HELLO 大家好,我是Kelly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班上課都可以畫的妝 然後,就是我臉上現在這個妝啦 然後因為我怕影片太長,所以我們就馬上進入重點 GO! 好,那我們就快點開始吧 現在呢,我的底妝跟眉毛都已經上完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從今天的眼妝開始 因為我主要是想要分享 Everyday上班上課都可以畫的眼妝 然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的指甲 因為我剛下午在塗,然後都塗出去我沒有發現 就是剛剛要錄影之前我才發現 我的手就是長得超噁的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今天要分享的上班上課的妝容的眼妝呢 其實我覺得是 比較像是分享一個上眼妝的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其實就連我自己 我的眼妝也非常常在變那個顏色 就算是每天畫的眼妝 我其實也是手法差不多 但是眼影顏色會挑不一樣 我現在手邊最常用的兩塊 一塊是KATE的這塊眼影 這塊很紅嗎?對不對? 然後我用的顏色是BR5 另外一塊呢,是ELF的這個眼影 它就是有點橘粉橘粉的 長這樣 那基本上你們會發現我喜歡挑眼影都會帶一點橘色 就是就算像我這個有一點點粉 但它還是會有一點橘橘的顏色在裡面 我現在呢會先從這格顏色開始 就是這格中間的顏色 基本上就是挑你的眼影盤裡面第二深的那個顏色 因為一般最淺的會是一個很像白色 接近像白色的這個顏色 所以會挑第二深的顏色 接下來拿出你慣用的刷子 然後這個刷子我忘記我從哪裡買 不過會把它上面的名字 打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現在先用這一格顏色 我很喜歡這個光 好,再來是下眼影的地方 就是 我通常用這種三色眼影都會同時把 上下眼影都用同一個顏色先描繪一遍 就我覺得這樣比較有一致性 所以就一樣沾取剛剛的這個顏色 然後我刷具用的是剛剛這個的另外一頭 挑選的這個ELF眼影 它的這個顏色不是很誇張的顏色 所以我會讓它下面整條下眼影都把它上上去 它變成有打亮的效果 你看你對照這個跟這個 因為我覺得像上班或上課的妝 其實你就是想要走一個 不要太誇張 但是又想要有氣色 想要讓大家覺得 喔你今天 就是感覺整個精神百倍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挑選一個就是 嗯,帶有一點點亮度的眼影 會去幫你的氣色提亮很多 好,我現在上完第一層眼影 現在基本上是長這個樣子 我真的很喜歡它這個眼影 就是發光的感覺 像我剛剛講的這個Kate的這個眼影盤啊 它也很適合用這樣的手法上 就是不管你手邊有什麼眼影盤 你都可以拿來做就是 練習,上妝練習的眼影 好,再來用的是這個比較深的眼影 我用的刷子是 Sigma的30,E30嗎 E30 眼尾然後往上帶到雙眼皮線 它看起來會先長這樣子 接下來拿出一個blending brush 我用的是Sigma的E40 看就是這樣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深邃的陰影感 就是你剛剛上的那個地方就是要 打造這樣一個陰影的感覺 現在眼影畫完是長這樣子 如果你覺得這種亮度對你來說太誇張的話 你剛剛在第一層暈開眼影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畫得低一點 就是其實是端看每個人個人的喜好不同 你可以去做任何 就是畫眼影上面的調整 那我現在用的是 SOLONE的這個眼線筆 那因為是上班上課 所以我不拉得很誇張 這樣小小的畫一條 現在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把另外一邊畫上去 你現在稍微看到我的眼線 超級接近我的話 可能會稍微的看出我的眼線 有一點點的不平 因為我現在 我剛剛是拿著很小的鏡子 然後又要在鏡頭前面 我覺得我稍微畫得有點不平 如果你平常化妝有這種小小的問題 就是你可能新手啊 或是你就是沒有畫平 沒關係 就是不用全部重畫 你只要拿出你剛剛的眼影盤 然後選 就是沾取最深的那邊 把它疊在你的眼線上 好眼影的最後一個步驟來了 我通常一定不會忘記的是 回歸到最淺的這個顏色 這個這個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像我們剛剛 如果你剛剛畫眼線 或是你後來像我剛剛一樣 有再補一層眼影上去 有時候可能會不小心讓你的眼影 就是沒有像 剛上去的時候那麼 那麼亮 這麼閃耀的感覺 你就可以用這種最淺的顏色 我先來用 最淺的顏色 你直接用手沾就可以 放在眼皮的正中央 一開始看起來會像 這樣子 一個 拿出你的刷具 直接稍微把它左右擺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所以通常 就如果我知道 今天馬上要出去玩 但是我可能 白天是要畫比較 lowkey的妝 我就會戴上任何眼影盤 然後上面有我喜歡的這個 亮亮的 就是 眼影 然後 晚上要出去玩之前 就是把它抹在眼皮上 就你整個 白天比較 低調的妝 的眼影 就會看起來 就是很亮 我上班上課出去的話 我不太會畫下眼線 現在啦 就是 我覺得畫下眼線好像會讓我整個眼睛 就是太銳利一點 那因為我今天的眼影 我覺得比較是橘色系的妝容 所以我就會以修容為主 然後我找不到我的修容刷跟腮紅刷 他們不知道在哪一個箱子裡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拿這個 這也是Real Techniques的 那我要用的是 這個是 Naked Urban Decay Naked Flush的 這一塊 修容盤 真的很推薦 你們還沒有買 就是不行 好 那我現在上的方式 應該是跟之前差不多 就是笑 然後 上在這一塊笑起來的下面 這邊 笑 然後就直接打在這 這樣就看得到修容的感覺 這邊有修 這邊還沒有修 額頭 然後下巴也可以稍微擺一下 最後一步呢 我要上的是打亮 然後平常我都會在眼睛前面加這個顏色嘛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的眼影已經 還蠻亮了吧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打算這樣做 我直接上臉部的打亮就可以 我一樣用Real Techniques的刷具沾取這個顏色 剛剛是笑肌下面打修容 我現在是要 笑肌上面這個 這是笑肌嗎 看得到齁 就是亮亮的感覺還蠻明顯 最後呢不外乎要上個下巴 唇珠 鼻頭 然後 這裡 這樣 OK 我自己習慣也是畫眼妝的話 一定會上睫毛膏 我愛用的是Shee Shadow 的睫毛膏 我現在睫毛已經刷完了 然後 我沒有就是去夾它什麼的 我只是很 就是簡單的刷一下 讓自己眼睛看起來更有聲一點而已 如果你們想要更就是 根根分明的睫毛 記得先夾一下睫毛夾 因為基本上呢我覺得我今天的眼妝 還有腮紅 就是修容都是舉色調為主 所以我的唇膏也是選擇 我最近很愛很愛這個色調的唇膏 Maybelline的656 呃叫做Clay Crush 看這個顏色看這個顏色喔 美美美 好上完唇膏了 我最近很愛這個顏色的唇膏 然後 上比較多層它就會是很飽滿的顏色 然後你上淺淺的一層我覺得也很好看 就是氣色很好 然後我很愛霧面唇膏你們也知道 所以 好 那這個就是我平常就是上課會畫的眼妝 然後一切都看我當天的心情 如果我覺得我不想要這麼的亮 我可能就把眼影上稍微低一點 或是我可能不想要上眼線 我就是也不上眼線 就是一切就是看當天心情的調配 不過我覺得這個妝就是還蠻適合上課或是上班畫 我覺得都OK 嗯哼 好差不多是這樣子 然後呢 希望我可以一直維持禮拜一跟禮拜五都上傳影片 禮拜五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一個Vlog 所以 禮拜五見 掰掰